五倍的时间 第二天第三天北上呢 则会比平常花上多七倍的时间 好我们先来看到了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嘛 除了吃这个元宵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一起玩这个猜谜的活动 根据这个亲子网站babyhome进行了一项统计 整理出了这个网友认为呢 最瞎我觉得蛮好笑的啦 现代灯迷 那么呢 网友认为最瞎的灯迷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到我们的电视墙 大家知道我们先不要看这个答案 有没有看到答案 一岁的蜜蜂到了一百岁会变成什么 大家知道吗 是高龄蜂 高龄 现在的观众朋友知道高龄蜂吗 好 不知道 我们摄影师说他不知道 不要再装了 好再来还有什么呢 Judy和谁最不合 这个为什么啊 Cindy 为什么是Cindy 我看一下 因为Judy不去Cindy不来 听得出来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还蛮有趣的 好最后一个刚刚我看了很久 她说 樱桃小丸子家里是卖什么的 大家知道吗 樱桃小丸子家里 是卖鞭炮的 为何呢 因为 我不想唱 大家应该知道吧 唱一下 霹哩啪啦 霹哩啪啦 啪啪啪啪啪啪 好 这个小时候我刚才看这个樱桃小丸子 我都不知道他家里是卖鞭炮的啦 好了 因为他的主题曲就是一直啪啪啪 好 看完了这个灯明之后记起来吗 今天晚上如果有这个要出游 要开始放假的话呢 可以在家里跟亲朋好友一起来玩这个猜灯明 你一定会是大家的焦点 因为会被骂吧 太好笑了 好 接着来关心到的是有这个各个县市首长呢 也在PK谁家的元宵最好吃 而很多人呢都会以为这个元宵等于汤圆 文化部呢今天就在脸书上头po文解谜了 汤圆跟元宵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料理 而当中呢这个汤圆是用包的 元宵呢是用这个一个筛子摇出来的 并且呢还有一张图来解开这个元宵怎么摇 我来看看 哎呦 哦这是摇呼拉圈就是用摇的 然后呢摇摇杯 哦是用手摇的 然后呢用这个筛子就是摇元宵啦 摇的是元宵包的是汤圆这句话 感觉应该大家可以记得了吧 摇的是元宵包的是汤圆 元宵汤圆不一样 好因为呢这个插图里头示范了这个摇呼拉圈啦 摇摇杯又示范了摇元宵 所以呢现在也引起了网友相当有趣的回复 如果说这是摇摇马孩呢敲碗郭书遥 都在排队但是喂的不是萝卜丝饼是为了一颗一颗又大又圆的元宵 而且这间店呢相当特别一年只有卖三天 有民众一排就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一定要买到才甘心回家 老板坚持纯手工制作这个皮超级Q 内线也是爆炸多 另外在台中也有店家呢 是直接在店外头甩起了元宵 让民众感受到了浓浓的过节气氛 店家门口外大排长龙 人朝排到远端根本看不到镜头 原来大家都是为了这盒手工汤圆 就算得排上一个半小时 还是甘愿排队 排多久了 一个小时四十分 就是手做然后比较大颗 比那种四十瘦的汤圆 还要大颗就是很扎实 所以每一年都会来这边买 摇汤圆的时候没有停过 一颗颗饱满内馅 店家坚持每一颗都要用糯米粉滚十次 但这家店本来是卖萝卜丝饼 误打误状推出汤圆 成为老套必买 但由于做法太费工 一年只卖三天 除了台南这间 台中这间也是很有名 糯米粉粘果全皮 要将元宵滚得更大颗 也就是传统的滚元宵 元宵的前信业者会在外头 搭起棚子滚元宵 还有台中这座市场里头 有店家卖咸汤圆 滚水里翻动 外皮Q弹有嚼劲 看起来好美味 刚好过来 然后就看到元宵的汤圆 因为这家是老店老牌子 它的汤圆非常好吃 农历正月食物 有人买汤圆 准备回家过节 也有人抢先吃 一碗大块多頤 元宵节吃汤圆 上镇合家团圆 准备卖汤圆的店家忙翻天 要在农历年后率先转一波 记者来广告马家瑜 台中台南报道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哦 好 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这个即时影像 您可以看到 目前在台北市内湖区 云层蛮厚的 要告诉大家 是在今天空气品质依旧很差 所以上班还有上学的时候 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 好 首先来看到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即时温度 您可以看到 在今天来到了19 20度左右 在今天降雨几率 大约是百分之十 接下来卫星云图来关心的就是 今天白天整体说起来 水气慢慢的增加 所以上午的时候 北台湾山区会有一些 零星降雨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大部分还是云量稍多的 也可以看得到阳光露脸 因此高温其实和昨天 是没有很明显的落差 其实高温大约会来在27度以上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下午开始 封面慢慢接近并且通过 而且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说越晚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以及南部山区的降雨几率 也会逐渐提高 另外是在北台湾的短暂雨现象 会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南部平地雨量也会偏多 同时夜间还有清晨各地低温 大约是来到15到19度 当然要告诉大家的是 比较明显的变化会出现在后天 到时候北台湾地区的高温 又会回到20度左右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会有农物特报 您可以看到包含了苗栗台中 还有外岛的金门连江 在今天其实都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 因此会影响到能见度 所以说如果有交通往返 必须要留意航班资讯 另外行车安全也得要多加小心 好在今天整体说起来 整个西半部的观众朋友 都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空气品质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是在昨天 北台湾北部地区空屏很差 今天上半天依旧也是达到鸿海 因为整体说起来今天环境风场比较偏弱 所以西半部地区在清晨还有夜间会有局部物 好另外由于这个扩散条件蛮差的 所以污染物也是比较容易累积 您可以看到包含了竹苗中部云嘉南还有高屏 都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在今天还是要多加小心 这种状况要一直到傍晚之后 封面通过还有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到时候迎封面的空屏才会逐渐的好转 好最后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关键字了 来关系的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其实整体说起来天气状况大约是舒适偏热 不过从下半天开始封面慢慢通过 同时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因此天气上头会有一些变化 中部以北的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状况出现 另外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好说到了下雨 我手上的这个雨伞想必在今天傍晚开始 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就能够派得上用场了 因为其实台湾还蛮常会下雨的 尤其是北部在冬天的时候常常都会下雨 因此这个时候有一把好伞真的是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就要介绍给大家 这一把叫做伞电侠大伞面耐风伞 当然如果顾名思义的话就是 它可是具有耐风的功能 而且还是通过了中央大学风动测试 这个伞鼓能够耐12级的飓风 一般来说我们平均风力大约是7级风 或者是正风最多是10级风 就可以放台风架 等于说这把伞其实您在台风天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 不过台风天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另外还要告诉您 其实这个伞它的专利加宽扁纤维伞鼓 这个结构